大家好,欢迎来到月时工作室,我是Kenny 制表大师路易·宝基先生在1775年创立了Brigade宝基表 至今也已经过了将近250年 那很多的经典元素也都有被传承下来 像是黄金或蓝钢制作 针尖镂空的宝基指针 和带有曲线的阿拉伯数字宝基式石标 提升把玩手感与表壳层次的前壁式纹 手工焊接的表耳与表壳设计 以及使用巴黎钉纹、大麦纹、古典蓝芝纹、火焰纹 等式纹装点表盘的极客雕花 宝基用这七大的经典标志 衬托包含陀飞轮、宝基尤斯、降落散避震装置、银黄 等多项提升钟表精准耐用与稳定性的发明 当然在这众多的发明之中 又以陀飞轮、Turbion对表弹的影响最为重要 宝基先生在1795年构想并绘制出陀飞轮的结构图 将摆轮跟轻重装置放在同一个框架中 透过旋转的形式能避免油丝 手单一方向力量的拉扯产生形变 大幅降低走势的误差 至于喜爱他陀飞轮的表迷们 可以透过多款宝基腕表认识他的魅力 首先先来带大家欣赏 Classic Tourbillon Extraflat Skullets 5395腕表 它搭载厚度仅有3mm的581SQ超薄自动上链机型 呈现大面积的镂空 并在精直夹板与表桥上做机壳雕花 让陀飞轮与轮系宛如悬浮在一幅画中 另外Classic Tourbillon Extraflat 5367 则是在厚度仅有7.45mm的表壳中 欣赏经由摄氏800度 反复烧制而成的洁白大明火氓廊表盘 搭配宝基数字以及宝基指针 适用简洁的风格来衬托出鎖飞轮 那除了精湛的工艺之外 宝基推出结合多项复杂功能的鎖飞轮腕表 包含加入万年曆以及时间等式的 Marin Tourbillon Equations Machines 5887 竟嫌宝基长达将近250年深厚的制表底蕴 当然宝基用绝美的工艺与精湛的制表技术 也获得了余果Vector Hugo 土耳师太Leon Tolstoy 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等多位文艺巨博青睐 此外宝基对文艺界的贡献良多 近年是赞助了法国罗夫公 西班牙皇家剧院和美国卡内基音乐厅 并在去年宣布与Frizz艺术博览会 建立全球合作伙伴的关系 与Frizz位于伦敦、纽约、洛杉矶 以及首尔等艺术展的宝基展区 呈现阿根廷艺术家Pablo Bronston的作品 延续与艺术的根源 如今宝基将于台北1014楼的都会广场 举办The Art of Brigade 宝基与艺术期间限定点 让民众体验宝基的制表工艺与美学 那更特别的是宝基的第七代船人 目前为宝基博物馆馆长的Emmanuel Brigade先生 特地远渡重洋共襄胜举 那对宝基的制表 或者是文化有兴趣的表友 也欢迎到101的四楼去参观 好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想了解更多表谈心讯 欢迎订阅月事工作室 我是Kenny 我们下次再见